現在球速領先的情況之下 會直接塞速球嗎 來了一個變化球 打在游擊手的手套裡面 其實這一棒打得也不差 但是早上的是游擊手 遭到了接殺兩出局 穩定球 這個球一雷手攔截住之後 用觸的 已經觸到了 一雷手判定已經觸到 集球跑來源了 那現在龍隊這邊要挑戰 應該是看 安全帽跟左肩的部分 那因為兩邊 都有都是行進肩 有速度所以也是可以看一下 林一拳的手套是不是有 碰觸到的這個動作 有稍微 順著一壘的方向被 推到的感覺 蠻難判斷 這個角度呢 好 還是維持圓判 那現在龍隊這邊 應該是不太能夠接受這個判決 應該是要做一個說明 那葉軍昌總教練走出來了 現在裁判必須要跟龍隊這邊 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判決成立的話 那這個判決 當然就已經告一段落 不過葉軍昌總教練這邊 顯然是對這個判決沒有辦法接受 嗯 對裁判的部分還繼續在跟葉軍昌總監溝通 好那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團隊伴球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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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